62岁林青霞和59岁钟楚红尽兆,网友,生孩子和没生孩子差别那么多。 80-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极盛时期,涌现了一批影星,女星里最负盛名的组合被称方红侠玉,极美艳芳、钟楚红、林青霞、张曼玉。 那个年头,钟楚红在这个组合里确实都是名列前茅,甚至连张曼玉都是她的小妹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林青霞和钟楚红同框两人真的太养眼了,林青霞的美得不可放物,林青霞曾是琼瑶御用女主,她还被誉为东南亚美女和台湾的梦中情人。 而钟楚红被誉为香港的马力连梦霞,钟楚红作为香港最上镜小姐,也是华人界公认的性感女神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霞与方红,钟,她们不仅在最好的年纪拥有最美的容颜,更是拥有最好的作品。 林青霞是四美中的老大,1954年出生的她,如今已经62岁了。 林青霞入行三十多年,西影差不多二十多年了,前两年参加了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《欧相来了》而重回公众视野,那段时间林青霞就好像重新回归大家视野,粉丝对她的喜爱不见当年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林青霞出生在台湾,后来来香港发展,1973年出演《穷瑶的窗外》从而正式踏上电影旅途,进入演艺圈,从此开始她惊艳时光的岁月。 整整整二十年的时光,给人们留下来的是满满的回忆。 年轻时候的林青霞,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纯净劲儿,穿着运动装,总让人看到一个年轻充满了青春火力的美丽姑娘。 小编觉得亚洲最美的女人是林青霞,最近的男人是哥哥张国荣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林青霞被誉为永远的梦中情人。 她的不少电影作品在今日都成为了港台电影界的经典,如新树山剑侠,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等,其中尤其是东方不败的角色已经成为了永远的经典。 她的美,是由内心焕发出来的,为其真,为其成,方能有株内而行株外。 正如穷瑶所说,这世间再也遇不到第二个可以和青霞媲美的女子了。 刘德华曾说过一句话,什么叫星光,就是一堆人中你总是最先看到她,那就是星光了。 林青霞就是有星光的人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林青霞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和秦汉有个好结局,不过这都是命吧,秦汉和林青霞两人在一起将近二十年。 林青霞和秦汉纠缠了几年后,便分道扬镳了。 请给出的解释是不合适,再漂亮也没有用。不排除有说气话的成分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曾被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嘲讽,林青霞当年如不嫁给这么一身铜秀的丈夫,而能,霞光映照,在自己一脸的清零之气上,该多么好。 当年的林青霞有她独特的美丽,琼瑶的俗情戏埋没不了她,二琴的脂粉戏埋没不了她,但她却为港载的铜秀风华落尽,真可惜啊。 1994年林青霞退出影坛,与富商行李员结婚,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 但是鞋子好不好穿只有自己知道,23年以来我们夫妻恩恩爱爱,林青霞无疑是幸福的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